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7月26日,星期五 今天最低氣溫28度,最高32度 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 最清敬西南風 是,講個秘密給大家知道 我是第二次錄這段新聞 我發現原來有些專業DJ 是聽著吳仔說話的 有壓力,神經病 第一次NG,真的 我會輕鬆一點 早晨,各位哥哥姐姐 先跟大家說說新聞 昨天的新聞相當恐怖 有個孝子在地盤夾爆頭,慘死 看東方才恐怖 看著兩架機器夾著人 站在上面,全部打格仔 嚇死人了 地盤的工業意外 另外昨天 老婆要離婚 欠身家報復 老公放火燒屋 老婆死了 連老公也死了 變成傷屍命案 另外 香港快運 怪獸家長回應 爭偉風波 了解一下,現在經常說家長 為了兒女 不顧 什麼都不顧 但是現在是否給錢大了 究竟這件事是什麼呢 很多人喜歡,很想了解一下 詳細新聞內容 天氣 新界北 雨勢特別大 閃電閃到痴肺 每個小時雨量錄得 預料超過70毫米 為何不是紅雨 各部地區姓紅雨 是這樣的 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 天文台在 今早 今早6點2個字 發出特別天氣提示 一股達強風程度 西南季後風正影響廣東沿岸 強烈季後風訊號現證生效 今天如何 多雲,雨勢勁 狂風暴雨 最高氣運 還有32度 風吹起來很熱 那些是打風的 我的關節很冤 周身不聚財 一回來香港就這樣 可能四面還海 香港真的不太適合我的風濕底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我小時候有 天氣的事情 天有不測的風雲 今天多班往來西九及內地高鐵車都要取消 厲害 去廈門、福州、上海 去廈門、福州、上海 那裡下來香港的潮傘 那些都是取消班次 可能風真的打得很棒 雷雨影響廣東東部沿岸 新界北區 錄得超過60毫米雨量 也是這樣說 新界北很大雨 那就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大傘 大傘 大傘也沒用 又要外出上班 是這樣的 很可憐 買六合彩 昨天買得住 應該頭獎沒有份 因為真的沒有人中 二獎也好 派1093,580元 九珠結果 3號、16號、18號、26、43、45 特別好賣稿 頭獎沒有人中 二獎1.5注中 三獎82.5注中 每注派53,020元 另外說說持續 28個星期流感季節 終於完結? 在這28個星期內 有6個小孩 並發嚴重病症死亡 真是可憐 病毒的事情 已經開始 沒那麼厲害了 沒那麼厲害 你也是有數字的 但他不會是清零的 他不會是零的 一定會繼續有一些 大家的抵抗力方面 小孩子是明白的 明白的 這幾年疫情是沒有 見過 沒有戴口罩的人 你叫他一下子撕開 他是要 慢慢適應世界 我們做了幾十年人 抗體在這裏 很幸運 是感恩的 小孩子就會比較艱難 一老一亂 老人家也要注意一下 飲食 養生 好了 說一說 動漫節開羅 被人罵得瘋狂 好像最新的入場方式 什麼 要即時抽籤 COSA 裝模作樣進去 其實 有些人不能進去 為什麼呢 好像說 性感又不行 太性感又不行 要即場抽籤 但是老實說 工作人員牌 如果你是出名的那些 不出名的那些 就很不公平 真可憐 在附近徘徊 進不了書展 但每天好像只有幾千個位置抽籤 進不了也挺可憐 不設即場授票 市民可預先網上購票入場 哦 是的 我覺得 在日本玩過一次 也不是自己玩的 只是參觀的 這麼巧緣分 人家大阪的動漫節 整件事真是宏偉 簡直是 香港沒有人扮龍神號吧 魔神英雄傳 扮機械人扮高達 日本那些真是漂亮 但其實香港的女生比較漂亮 但是日本的女生可以是 性感無底線 哈哈哈 每一次這些Cosplay 都會招來一大群色男人 我講日本而已 香港也是 龍友拍一下 別人擺姿勢 他是低炒高炒的樣子 我相信這次的動漫節一定會很精彩 哈哈哈 每次都這麼精彩 其他人 有些人如果裝了服裝 沒有幫助 民間會發起在哪裡 逛逛逛逛 好像很過癮 很過癮 看到現在越來越多 作為地盤有漢出 沒有糧出 有沒有搞錯 五百公有被拖糧 三千多萬 代表素婦做又死 不做又死 有沒有搞錯 这些拖欠薪金很多 现在看到每天都有一些出来示威 走去地盘示威又有 路政署停工又有 昨天有工会开记者招待会 指近日发生多宗欠薪事件 涉及数个私人工程地盘 受影响工有超过五百多人 涉及金额超过三千多万 香港地做事是这么艰难的 应该做多少出多少粮 这个是基本的 你说娱乐圈已经是这样了 拖不出粮就已经是这样了 想不到地盘也是这样 地盘真的很尊重这些无名英雄 他不起楼我们哪有得住 但是发生了一宗非常恐怖的工业意外 先给大家看看 这件事在丽景 一个孝顺顾的80后泥头车司机 说是80后 可能跟五仔似乎大 大一点 他42岁 80后泥头车司机 哎呀 惨了 开车进丽景建筑地盘 混泥头 下车在车尾 他公有竟然不察觉 其身后泥头机突然间转动 哇 司机头部遭机身 撞击 被夹困在泥头车和滑泥机之间 东方新闻拍到的照片是站在这里 打了格子 是爆了头 惨死了 即是头已经没了 我看到的新闻就是这样 站在这里的头已经没了 执法人员将案件列为工业意外 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劳工署已向有关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 这么恐怖 这个丽江街11日 酷警台对开一个私人住宅地盘 要建房子 42岁姓潘男子 驾驶泥头车到那里混泥头 泥头车竟然后退 到了地盘工作台之后 两架车夹住他 当场夹爆了他的头 记者竟然可以拍到第一手的照片 当然一定要打格子 这些照片 我想记者也发了噩梦 这是孝顺仔 死者与父母居于屯门区 孝顺又顾家 是家庭经济支柱 事发之后 家属面临即时的经济困难 亦是一个非常伤心的 要面对 希望进一步了解意外具体原因 要和公司雇主商讨提供协助 很恐怖 真的 所以这些辛苦钱 你怎么可以不出钱给别人 他们随时有这个送命的危险 昨天和美女吃饭 提起一宗工业意外 他问我佛禅怎么看 我每天都说新闻 我觉得每一宗工业意外 都是大家不想发生的 我当时的回应就是 我每天都说新闻 其实 你们的焦点放在一宗工业的 铲事上 每一天有很多很多宗工业 世界就是千千万万宗工业的铲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可以避免的 可以避免的 就避免吧 避免不了 真的都没办法 是不是 我经常都说 做地盘很危险 铲事件很危险 玩水上活动很危险 但是有些人 他也是要做的 我经常觉得 好像有个命运带着你去做某一件事 上班是很凄凉的 这个 找吃嘛 不找哪有得吃 是不是 去玩就很无谓了 你问我 是的 因为通常看到那些玩都是玩自己的 感觉上是 所以 这次的惨剧 惨剧 也有很多人关注 另外 屯门欣田村单位传出意味 消防破门揭发单位有一具屍体 男女也没有说 岁数也没有说 就说找到一句围体 昨天下午12点15分 在日田楼 欣田村日田楼 一波门 嗚 又咸鱼 真是 真是 真是不知什么年纪 所以没有东西 真的说完给你听 另外 半山豪宅 离婚增产 刘维书报复妻子 连个男人都死了 66岁 姓李 说明是他做的 谋杀企图自杀 纵火案 有件事很奇怪 你报复妻子 你为什么要揽炒呢 你杀他就报复妻子 你还杀自己 难道怪自己有眼无珠 跟他一起 我真的完全不理解 所以其实做这些所谓的谋杀和自杀案件 是很不理智的 如果他理智的话 他不会这样做的 理智的话 我杀了人之后 我自首 或者看到你这样 哈哈哈哈 不是 他把自己搞定了 他把自己烧掉 这个行为很不理智 很不理智 看到相当恐怖 警方指两名死者是夫妻 扮理离婚手续 家产问题有争议 反正也是 不如把自己都给了孩子 一锅就熟 真的很不理智 留下遗书 男死者称要报复女死者 另外 消防派出火警协助犬到场调查起火原因 在按摩椅上有助燃剂 相信起火一点是先烧按摩椅 放火烧按摩椅 事件中有两名消防员 灌购期间不息送院 房子呢 哦 两名死者 亂名持有 而男死者近日生意转差 哦 调查资料 死者男那位是本港著名玩具公司第三代负责人 哦 即是负三代 公司搭入70周年接受访问 当时他说 玩具市场没有因为智能设备影响而萎缩 反而 就是销售量有所上升 但产品寿命周期变短 和杜磅缺 对业界是有挑战的 就是这样的 当时是这样说的 但是呢 竟然呢 一个会上报纸访问的人 竟然是杀妻自杀 是的 搞这样的事情 那间屋就是亂名的 可以亂名的话 大家的感情也不会差到哪里 结婚有小朋友 近日搞离婚 五十六十多岁才来搞这样的事情 有什么不可以坐下谈论呢 女人 不是 你争产极也是有一个数字的 争产极也是一半的 对 一半 那就是 当作要用教训吧 不是 这个 你可以 很简单 争产 最多是打官司的 不用杀人的 你比较困难 最多是谷惑的 最多是破产的 对不对 不用杀人 很多方法 你不想付钱 或者付少些钱 那是很多方法 你不用殺人然後自殺,整件事是很嚴重的,毀了自己所有的時間,之後就沒有命 為什麼這麼大仇恨呢?你可以不理他,但是房子兩人都有份,就變成同住了 唉,真是很可憐,很大的業力,把兩個人牽引在一起 然後搞這些事情,竟然是一個雙殺,也算是雙殺 如果不是迫得太緊的話,南方未必會做出這些行為 初步調查,兩人關係都不好,是在分房睡 近年搞離婚,因為家產事就爭執 女死者有精神科求診的紀錄,南方反而沒有 有精神科求診紀錄,我不知道他對過男死者做過什麼 但沒有精神病紀錄的那個,反而做出來的事情是更加激烈的 搗亂你,搗亂自己,放火燒 要不要這麼嚴重?還要燒一間房子 還要燒一間房子 兒子還說出門的時候,看到父母是沒有異樣的 真的是情緒說來啊,來啊 如果大家真的有些情緒的問題 不是,我經常覺得 走去看醫生吃藥,當然可以幫到 但是 有問題的沒有做這個行為 沒有精神病紀錄的做出的行為更加激烈 這個世界潛在很多炸彈 炸彈是怎樣引爆的呢?就是情緒 管好自己的情緒 很重要 管好也不至於 情緒是會帶著你去做一些事情 應該是駕馭情緒 應該是 人家有情緒,但是你覺得可以 我要駕馭情緒 然後去控制自己的心 要不然就搞到這些 就是萬劫不復 因為這件事沒有完結 其實在佛教的角度下 是繼續的 你燒我燒你 都是最慘的死法 如果你看到就是 真可憐 相愛相殺 好,另外就看看 香港Express的調位風波 究竟有什麼事 這麼多人都要關注 家長說 我不是怪獸家長 會不會是那些 我沒有喝醉的情況呢? 香港快運 最近有一班 飛去日本名古屋的航班 有調位風波 演變成 怪獸家長 挾子女 逼酒買位乘客 被稱怪獸家長 姓李的女士 打破這個沉默 她表示 一家四口有給錢 選擇四連坐位 不是網民所言 沒有給錢 但要欠位坐在一起 事件是因為 這個行班轉了機營 導致他們所訂的位 第30行 變成緊急出口 因為一對子女未夠18歲 必須調位才可以 快運安排與25行乘客對調 其中兩名受影響乘客要求 香港快運解釋 姓李的女士對事件深感無奈 因為那對夫婦不想調 不欲調位 強調不是欠位 你知道網上的判官 很喜歡網下定論 因為他本身訂的飛機 不是那架飛機 轉了機營 剛好那個位置就是緊急出口 兩個小孩未夠18歲就不能坐 所以才跟那對夫婦調 但是那對夫婦也是買了位子 我給錢買這裡 為什麼要我調 香港人是這樣的 演變出來 大家拍完後公審 就說 哇 這些家長 好像大小一樣一起坐 然後就 拔走別人買了位子的一對夫妻 其實就不是 其實就不是 那你給我 當然了 買了位子的那對夫妻 不調 即是他們的心不調 就是 他可以說是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給我 我就 OK 沒有問題 就調吧 好吧 但是他不知道 就是 一開始 大家可能一場誤會 就是 為什麼要我呢 我也是給錢買的 後來他說出來 原來那架飛機 轉了型號 正常來說 你一定是移動航空公司的 我給了錢 即是我跟我老婆給了錢 別人一家四口說要坐在一起 你要調我 我給了錢選這裡 那我用什麼 我用什麼 給錢選這裡 對不對 如果最好就是 香港快運那邊 給錢 那一對人 不好意思 這樣令到你調了這裡 我給錢 但是有些人會說 你給錢我大了 我給了錢 我給錢 我就是不想移動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所以就很麻煩 那你的飛機好心 就不要亂調 調那個型號 整件事都會搞震 整件事都會搞震 就把這個調位風波弄出來 澄清一下 怪獸家長就不是怪獸家長 那對夫妻不肯調位 也是合理的 但是你給我 我會調的 那你給錢 我可能航空公司也不允許 問題是出在航空公司的 你無端端 改變了飛機型號 令到還沒夠十八歲的子女 不能夠坐這個位置 這是項公司的責任 如果我再看一看 但是在網上 被稱為怪獸家長的一家人 已經被罵到豬頭餅 他覺得很委屈 又是那些 网上判官未審先判 可能大家都没听到这里 之前已经停了这段视频了 可能听到一点 没有时间 还不到一个公道给他们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网上未審先判的事件 太多了 太多了 那就这样吧 所以网上有些人说 这些挺好的东西 为什么你可以... 没有什么情绪的 一来我做了很多年 在网上 另外就是 大家都不知道头不知路 你有什么好说的 有什么好说的 你都不... 完全不同的维度 是这样的 我不会回应的 另外讲了笑话给大家听 我觉得这个挺好笑的 我应该摆头说的 给大家一些气氛 不记得了 好,现在再讲 大家也会坐过冬铁头等车厢 对吧 我看到一个美女的职员 来查票 这个挺好笑的 一查票 又有美女职员 坐头等的男人 立刻一声走 狂奔 走 看到美女走 那么那个美女的职员 查票职员就追她 先生不要走啊 他走啊 他走啊 走了几个车卡 然后被那个美女捉到 他说 先生现在怀疑你 没有给钱搭头等 会进行票控的 那男乘客 给他一张八日通 他说 有给钱的 那美女查票职员 问 有给钱你怎么走啊 没有啊 试试想给美女追的感觉 哈哈哈哈 这个上网出来了 那个文章很好笑的 接着有些人说 是不是吹水啊 逃票 因为想等美女追 那些人就说笑 对了 是不是创作文啊 是不是吹水啊 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也挺有趣的 这个这么悲伤的 经常说香港新闻的东西 都不太开心 那说出来就和大家笑一下 另外是什么 马尿水 这女儿踩单车啊 自炒 意识蒙糊 宋苑救治 哇 31岁女子踩单车 她经过那条斜的隧道 哇 其实很危险啊 那条隧道 我也经常踩 那里 沙田科学院路至马尿水码头 那个单车隧道 很长斜 她下去的时候炒了车 炒到头部受伤 意识模糊 宋苑救治 是啊 很可憐 杀着下去 但是有时候逼你走 为什么呢 人多的时候 你杀着后面 全部的车都跟你一起杀 个个都要爽快 那里还有对头车 如果前面有那些四人的车 更恐怖 我跟你说 飙在车上去的时候 真的把车撞起来 我见过 上斜路的时候 两个人推车 推回一辆 四人的家庭车上去 神经病 那些应该不能落隧道 害死人 那么 很危险 车车 很危险 以前小时候 就 不懂得死 又不怕死 什么都敢 现在 不敢了 还有 如果单车租 或者不熟 也有机会失控 你要熟 那辆车才 感觉好一点 但他要炒起来就炒了 真的 要非常小心 另外看到32岁男子 长洲住所烧炭 妻子揭发天人永革 32岁 龙仔村一村屋 怀疑烧炭自杀 昨晚11点18分 这么年轻 32岁 另外天水为女子 跳楼 83岁姓金 婆婆 刚才凌晨1点16分 跳了 在嘉湖山庄丽狐居 嚇死人 另外就是朗平村堕楼 30岁姓鲜 26日凌晨时分 刚才很年轻 也是30岁 另外金钱问题困扰 这个 葵俊苑男子 烧炭身亡 36岁 个个都30多岁 男人 一个31个32个 一个36 这个烧炭 葵充 葵充 何必呢 每天都这样 实在太冲动了 中区私家车被截查 女司机走后驾驶被捕 45岁 喝了酒 走去驾驶 就是恐怖 另外一个 深水埗集货店 电动单车充电失火 两个月大猫 救出 那些电动单车 那些轮椅 我看过一段影片在电动中爆炸 他只是用电动 炸死了一个人 超级大火大爆炸 是啊 所以你说方便是方便 爆炸起来 生命就没有了 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 你要有一个代价 所有发热的东西 尽量买些大牌子 好了 今天的新闻先说到这里 多谢你听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